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橙子乐园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奥特曼玩具啊,是下面这两个 那奥特曼的变形玩具呢,之前给大家介绍了很多 那这一次呢,是我们的背面变形玩具哦 哈哈,首先啊,这个是我们的初代奥特曼,是吧 我们看它,有两个形态 一个呢,是背面的形态 另外一个是攻击形态 然后啊,它的手上还附有一把武器 让我们仔细的来看一下 这是它详细的变形过程 那这个玩具呢,是要三岁以上的儿童才可以玩的哦 因为啊,它包含了一些很小的零部件 那三岁以下的孩子呢,可能会务实 所以啊 三岁以下的孩子还是尽量不要玩 那忘了给大家介绍就是这一款变形玩具呢,一共有六个种类 那首先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初代和霸尔坦新人 之后的变形玩具啊,之后的变形玩具啊,也会陆续给大家带来 哈哈 那大家记得关注我的频道,并且给我点赞,谢谢你们 好,那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说明书上面啊,关于这个杯面的变形奥特曼是怎么样一个变形的方法 那我们可以看到步骤一,还有步骤二,十吧 那基本上呢,可以归纳为就是,首先啊,把盖子打开 然后呢,按下后面的一个按钮,一个特制的开关 然后这个奥特曼就会弹出来 弹出来之后呢,我们再把他的脚手动的,把它左右掰开 最后的最后,就是不要忘记了 初代奥特曼呢,有一个光轮的一个武器 那这个武器呢,被做成了小的零件 配备在了后面的盖子上 我们只要把这个武器取下来 然后啊,安装到这个奥特曼的手上 那我们这个杯面奥特曼的变形呢,就完成了,哈哈 那事不宜迟,让我们赶紧的来变形一下吧 好像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样子哦 哈哈,我们的初代奥特曼这个杯面啊 全身都是红色的 非常非常的美味,可口是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个啊,他的变形呢,只需要三秒哦 极其之快 这是他的一个官方宣传 那是不是真的三秒呢 我们待会看一下就知道了 那第一步呢,就是要把这个盖子打开,是吧 那我们吃杯面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个盖子啊 打开之后呢,我们看到背后有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只要一按下去啊,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 让我们来验证一下好不好 好 嗆嗆,哈哈 出代奥特曼的头,还有他的手,就会弹出来 为了再看一下这个弹出来的效果啊 我们再把头按回去 然后呢,再进行一次 变形 要开始了哦 让我们仔细看 嗆嗆,哈哈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形玩具啊 果然只需要三秒 因为啊,按下这个按钮呢 大概只需要0.5秒 然后啊,再把他的脚掰开 又花了一秒 那我们的盖子加上变形 总共呢,只需要三秒 最后不要忘了 他的一个光轮的武器哦 这个光轮的武器呢 很容易的 可以从盖子拆卸下来 然后啊,安装在他的手上面 啊,橙子哥哥有点笨手笨脚的 小朋友们,你们来帮橙子哥哥装好不好 卡扎,哈哈 我们听到卡扎的意思呢 就是装好的意思 那这就是安装完成的一个状态 这是我们的初代奥特曼 那他站在地上的一个姿势呢 就是这个样子 感觉非常非常的可爱 是不是 那我们呢,已经啊 体会到了 初代奥特曼是怎么样 从一个杯面变成一个奥特曼的 那接下来啊,我们试着把它装回去 就是啊,从奥特曼的攻击形态 变回到杯面的形态 好不好 那这个顺序呢 跟我们打开它的顺序是相反的 首先啊,是把它光轮的这个武器呢 把它安装回到盖子上面 然后啊,是把它两只脚啊 给合上 那这个安装这个武器跟脚的顺序呢 可以相反,也可以正着 然后接下来呢,是头部和手 我们的头部啊 是要先把它的头按下去 按下去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卡扎的一声 然后是两只手 再把盖子合上 哈哈 那我们的杯面制作完成 美味的奥特曼杯面 你们谁想要 来一杯呀 接下来是我们的巴尔坦星人 宇宙人子 哈哈 小朋友们,你们喜欢巴尔坦星人吗 那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巴尔坦星人是怎么变形的好不好 那巴尔坦星人呢 也有一个杯面的形态 那这也是三岁以上的 儿童才可以玩耍哦 那巴尔坦星人呢 和我们的初代奥特曼啊 一样具有两个形态 一个呢 是杯面的形态 第二个呢 是攻击的形态 宇宙人子和初代奥特曼 是两个死对头哦 哈哈 从最初最初的初代奥特曼 他们两个就一直战斗到现在 连杯面啊 都要变成一起的 非常的有宿命感 是不是 那背后的说明书呢 也是一样 详细的介绍了这个玩具 是怎么样变形的 那如果大家不知道 怎么玩的情况下呢 可以看一下说明书 或者看一下 橙子哥哥的频道 哈哈 而且啊 因为这个变形呢 有分步骤 如果小朋友呢 变形起来比较困难的话 可以找我们的家长 一起帮忙哦 那我们这个巴尔星人啊 整一个颜色 是有点像浅南的天空式 是吧 那让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美味可口的巴尔星人杯面 谁想要来一杯啊 这个变形呢 也是三秒的 第一步呢 是把我们的盖子打开 然后啊 背后呢 有一个按钮 是吧 这个按钮 就是变形的关键所在哦 变形 把谈心人出现 哈哈 这个按钮 按下去的同时啊 这个头部 还有手部都会 弹出来 那为了看到这个效果 我们再来试一下 好不好 最后不要忘记了 把他脚张开 那这个巴尔坦星人呢 不像我们的初达奥特曼 他没有武器 走起路来的样子啊 也非常非常的可爱 那让我们一起把它变回去 好不好 顺序记得不要弄反了哦 先是脚 再是头和手 哈哈 那这个呢 是要先把头摁下去 再把手 归回原位 否则啊 他的手又会弹出来了 好 那我们的两个 奥特曼巴尔坦星人 背面 制作完成 哈哈 星星日拉汤 大家一起来 尝一下吧 接下来是 巴尔坦星人 和初代奥特曼的 小小 动画 首先啊 他们两个出现了 以背面的形态出现 然后打到了一起 他打到了一起 都不知道对方是谁是吧 那让我们一起变形一下 哦 原来是我们初代 和我们的巴尔坦星人啊 原来是怪兽啊 哈哈 奥特曼的大怪兽 赶紧变形 巴尔坦啊 遇到了我们的初代奥特曼 也赶紧变形 两个啊 打到了一块 是不是 这个时候好像我们的巴尔坦星人比较强哦 那初代奥特曼 变形 发动他的光轮武器 哈哈 有了武器的初代奥特曼变得非常强大 巴尔坦星人见到情况不妙 赶紧逃走 但是啊 初代奥特曼没有放过这个机会 继续进攻我们的巴尔坦星人 哈哈 那今天的玩具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观看 记得给我点赞 还有更多更好玩的变形玩具等着大家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